中国高铁铺轨视频彻底火爆海外 280公里铺轨现场竟然空无一人 全是一个大家伙在工作 那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高铁建设最厉害的国家 这在高铁质量 建设速度和建设成本等方面均有体现 就拿中国建造高铁轨道的速度来说 中国需要花五年时间建设的高铁轨道 很多国家需要花七八年甚至十多年才能建好 一条高铁钢轨长500米 重量有30吨 正长的大家伙是如何运输和铺设的呢 很多人以为铁路的修建很简单 只要放上一些枕木再铺上两条铁轨就可以了 印度的劳动力多的是 派个几万人去修建不就行了吗 其实现在铁路的修建源没有这么简单 中国高铁享誉全球 截止到2023年初 中国国内高铁的运行里程达到4.3万公里 位居全球第一 非受瞩目 而这里不开的 依然是中国高铁的建造速度 而中国建造高铁的速度之所以快 很大一部分的功劳属于中国的一款铺轨神器 CBD500铺轨机 它是中国专门为了高铁建造设计的 近日美国记者拍摄到中国铁路铺轨现场 不料画面曝光之后 彻底火爆海外 在280公里铺轨现场中 竟然空无一人 只有一台铺轨机在工作 这台机器一天能铺设两公里铁路 施工时 重30吨 长500米的铁轨能两条同时进行铺设 每个铁路之间的时针的间距都是标准的60厘米 中国制造的这台铺轨机 它是由拉轨机 平板大列和主机三部分组成 不仅操作更加精准 而且能够有效地克服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缺陷和不足 并且还含有铁路铺轨机的导轨自动化回送系统 能够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又能提升效率 轨机车可以铺设200公斤重的轨针 并且能够以60厘米的间距精准排放每一条钢轨 而且在铺轨机的作用下可以双轨同时铺设 再利用无缝焊接技术 让百公里长的钢轨成为一个整体 每8个小时铺轨的长度保持在2000米以上 可以让质量和速度都达到最大化 对于原本铺设需要一年或者更久的铁轨来说 有了它至少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 与善其事 立先立其器 中国人深按这个道理 于是中国在铁路建设之前 先做好了铺铁路的工具 这才有了今天中国铺设高铁的速度 然而就高铁铺轨技术而言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做到的 但说这钢轨吧 某些国家就搞不定 从制造到铺设 整个过程都需要有高技术支持 就以我国的钢轨为例 我国铺设无渣铁路使用的钢轨长度为500米 重量大约为30吨 虽然看起来不重 但是它很长啊 这又不能弯曲折叠 怎么才能把它运送到铺设位置呢 这个其实不难 钢轨在下生产线后 会有起重机调装到特定的平板运输车上 有火车头来了 因为钢轨的材料比较特殊 对于形变的控制要求比较高 在运输钢轨时铁轨的区率半径要大于3500米 这样钢轨才不会在运输的时候被挤弯 一旦钢轨抵达铺设地点 就要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 首先需要清理线路 将土石等杂物清除干净 然后进行测量 确定铺设定位 接下来就是铺轨的过程了 这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 在铺轨过程中 首先需要进行连接钢轨的操作 由于钢轨长度较长 不可能一次性连接完成 所以需要采用焊接的方式进行连接 这就需要专门的焊接设备和技术人员 他们通过焊接 将多段钢轨精确地连接在一起 确保铺设线路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在钢轨焊接完毕后 就需要进行固定和调整 首先是将钢轨固定在枕部上 使用专门的螺霜和螺母将其紧固 这样可以保证钢轨不会在列车行驶过程中产生位移和抖动 同时还需要进行调整 调整钢轨的水平度和纵向坡度 确保列车的安全行驶 高铁 作为现代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人们迅捷出行的希望和梦想 然而高铁的平稳行驶离不开良好的线路维护和检修 除了钢轨的铺设之外 还需要定期进行轨道的磨削和修复工作 以确保线路的平整和光滑 随着高铁的快速发展 人们对于行车的舒适度和安全性要求也越来越高 一条高铁线路向一条身体的经络 需要精心呵护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 钢轨是高铁线路的基础 承担着列车的重量和扭转力 并且要承受高速行驶时产生的巨大压力 因此钢轨需要保持良好的平整度和光滑度 以确保高铁列车的平稳行驶 为了保证高铁线路的平整和光滑 轨道磨削和修复工作成为维护线路重要的一环 高铁线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 由于列车的拉伸和打压 会出现裂缝和凹陷现象 如果不及时修复 这些缺陷会进一步扩大 并且给车辆的行驶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定期进行轨道的磨削和修复工作 变得尤为重要 轨道的磨削和修复工作 需要借助专业的设备和技术人员来完成 在磨削方面 通常使用模式进行修整 将钢轨表面的不平整部分磨平 而对于裂缝和凹陷的修复 则需要采取填充和打磨的方式 使钢轨恢复原有的平整度和光滑度 这需要技术人员经验丰富 熟练掌握操作技巧和安全常识 轨道的磨削和修复工作 不能简单地被忽视 它们的意义远不止技术层面的考量 一条良好维护的高铁线路 代表着对旅客出行安全的负责 也体现了国家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 一方面 高铁的平稳行驶是乘客们出行舒适度的保证 而另一方面 也是人们对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的认同 除了钢轨的铺设 高铁线路的维护和检修是保障安全 提高效能的重要一环 只有将线路维修工作做到位 操作规范才能为高铁线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同时 这也需要广大技术人员时刻保持专业的态度和精湛的技术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素质 并且我国的铁路轨道都有专门的保养维修人员 一般情况下 工作人员每隔三个月就要对轨诊数据进行检测 一旦数据不达标 就需要进行保养和维修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高铁将进一步发展壮大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 我们不能忽略高铁背后那些默默付出的人员和技术 他们默默地工作在高寒严冬或酷暑酷热的线路上 努力确保高铁的安全和舒适 他们的付出是无形的 却又无比重要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因此 让我们一起向那些默默守护高铁线路的技术人员致敬 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付出 同时 我们也要认识到高铁线路的维护和检修 工作在高铁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为高铁的繁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打造更加安全 舒适和高效的高铁 为人们的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快乐 可以说 铺设一条高铁线路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 从钢轨的制造到铺设 载到线路的维护 每个环节都需要高度的技术支持和专业的操作人员 只有保证高铁线路的质量和安全性 才能让乘客享受到快速便捷的出行体验 作为一项庞大工程的一部分 运输和铺设钢轨其实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不容忽视的环节 它需要大量的功夫和精心的安排 才能将巨大的钢轨精确地安放到相应的位置上 正是有了这些辛勤付出和专业支持 才有了我们今天便捷高效的铁路网络 让我们向这些默默无闻的建设者们致敬 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便利和舒适 中国幅源辽阔 数千公里高铁线路 数不胜数的钢铁无缝衔接 这项技术只有中国有 中国高铁是中国的一张身份牌 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之下的产物 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 无缝钢轨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高铁的运行速度 方便了人们出行 提供了一个安静舒适的出行环境 还延长了钢轨的使用寿命 减少了维修成本和时间成本 中国高铁能领先世界 其实不光是中国基建方面的进步 中国科技的进步 同时还是中国人本身品质发扬的结果 艰苦奋斗 刻苦专严 这一直都是中华民族核心品质之一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